許多建築門窗 民房被摧毀 大量樹木被摧倒 甚至連根拔起 還有汽車被掀翻或是砸毀 鄉間果實累累的香蕉樹 木瓜樹 檳榔樹 榴槤樹被強風摧倒 海上養殖被摧毀 海灘上一片狼藉 養魚池堆滿垃圾碎片 魚都死光了 養殖場的雞也吹沒了 文昌市村民陳先生9號披露 當地交通和通訊中斷已經三天 目前先搶修城市和重點鄉鎮 農村只能靠自救 文昌市居民表示 市裡災後百姓需求量最大的 就是修理門窗和汽車 位於海口市北部的海淀島受災嚴重 島上有海南大學和海口市醫院 據當地居民透露 颱風當天海水倒灌 出現內漏 海口市居民王先生表示 颱風登入驚心動魄 當晚有很多地方著火 狂風咆哮聲加上哭喊聲讓人神經緊張 隔天他出門看到樓下 全是掉落的鋁合金窗戶和各種雜物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雄斌中原採訪報導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雄斌中原採訪報導 小